再选100次也许画画 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你血液里面的灵魂一样 抽走了觉得人就像一个 停尸走肉似的没意思 理想当一个专业画家 但是不可能啊 我养四个孩子 我叫魏光明 职业就是收费品嘛 学油画是2016年开始自学的 到现在5年多了 6月份绘画赚了8000两块钱 一天最多画两幅 一幅画300块钱 尽快尽快 这几件事情太多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就赶出来 每天都被客户催淡 但是目前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暂时收费品的工作还不能丢 还不能自信 完全靠绘画活着 再搞艺术也得保证自己有饭吃 对不对 原来姓周的 我就给我顾妈了 所以改姓魏了 我从16岁开始 养父亲觉得我是个累赘 我15岁那年 我亲生父亲得狂犬兵去世了 我母亲就是个家庭妇女 她没有能力就是养我 那年本来就是准备参加高考的 因为这个家庭变故也没心情考 就去上海了 做挑就挑专攻去了 香港自宽的标志 我没有想起来 我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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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了 江湖画家有没有收藏价值呢 收藏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价值 江湖画家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就没有收藏价值 江湖画家多了 达峰期也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美院 他在都属于诋毁 诋毁别人抬高自己 你信他们鬼话 画画自己吧 你精神上不空虚 画一晚上不觉得累 饿了也不觉得饿 画好了才能睡觉 不赚钱我也不后悔 没必要卖贵 水平就这么水平不高 人家觉得自己感觉画的不好 还多送人家一个 不要让客户觉得亏就行了 我亏了收废品 补回来 整体核心 下面的细节有点不太好 现在稍微擀一擀 可以挂到这边这个梁上 明天得发货发着几个 要不然没地方挂了 够不处了 就掉了 掉了 白干了 白干了 这个老艾普生 他们学校说买之后一万多呢 就是收来修好了 就舍不得卖了 在那里 自捧按了去了 不挺好吗 跟看电影差不多 这么好的机子 你说我卖了 多可惜 四个大胖小子 老爸叫张龙金 十九了 学气修了 老二十六了 老三十四 上初二了 老四张龙宝 现在六岁 都要远大班 以后要是画画好一点 能赚到钱了 再给他接到少前读读书 我老婆这个照片漂亮吧 像门娜丽莎 15年送我上火车站 挺感动的 本来想陪他去逛逛 我们中小的风景区 明显明 但是身上钱不够 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胖了 好像 一会头发往里收拾 我家里面的人 我都想画一遍 我亲生父亲亲生母亲 眼睛的只有钱的话 是画不了画 我就希望等我老了 七八十岁 体力活干不动了 能靠绘画养活我和我老婆 杭州日报说 邀请我参加艺博会 反正不管有没有希望吧 本来也想抓住机遇 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发展一下 让你能改变自己的命令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